接著我們會教Masic的另外兩個品牌比較重要的concept 一個就叫Determinate 中文叫韓列式 一個就叫Inverse matrix 兩個分別是什麼東西呢 簡單地介紹一下 首先介紹什麼叫Inverse這個字 Inverse 介紹一下 因為在數學上來講 Inverse operation 其實你們學過的 不過名字我本來沒聽過 例如加數的Inverse operation是什麼呢 就是減 調轉 你發覺2加3就等於5 5減3就等於2 1加1減 在這裡就是一對operation 加的相反就是減衰 我們就馬上知道 這個就在數學來講叫Inverse operation 這個名字當然不要緊 你可以不記得 OK 好了 成的Inverse operation當然是除了 所以有沒有大問題很容易明白 但是最關鍵就是 Matrix呢 你有加和減 一加一減 一加一減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Matrix是沒有除數的 Matrix除數是undivided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Matrix 究竟怎樣計算除數 成數你都說 我肯定來的 先還後直 這樣 但是別人說過了 為何會這樣計算 Matrix成法 因為真的 在我們叫做 日常生活裏面 有些這樣的應用 你再不記得那個應用 就看回MOOS第一版 第一份MOOS第一版 用來做些什麼應用 計算總和 即是做生意 那些人 走去計算Matrix成數 就代表可以計算生意 總和 甚至乎計算很多 日常生活的應用 那人們就會這樣 Define成數 但是除數就沒有人 Define得到 這麼多年 那幾百年都沒有人 Define得到 那你可以自己 DefineMatrix除數的 即是說 哦 那有些同學 以前試過 真的 阿Sir有什麼二四六八 如果Matrix做除數 真的這樣寫給我看 殺了 差點數 一二三四 你給你Define 你會怎樣計算 然後你說 2除1就是2 4除2就是2 6除8 6除3就是2 8除4就是2 2就是2 那就是這樣 你可以這樣Define 我們數學 那些Operation 你可以自己Define 去到大學 我告訴你 甚至不真的 自己Define加減成數 但你會有用才可以 這樣Define 隨數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我們不會這樣做隨數 所以 結論 Matrix是沒有隨數 至少今時今日都沒有 好了 但最大問題 人家有考你一件事 考些什麼呢 例如 一會兒你會見到的 那 解釋有個Matrix 一個A 然後乘以1 2 3 4 就真的會等於5 6 7 那A會是什麼呢 我們平時 很簡單 例如3 A等於6 A等於6 除3 但你會發覺 解釋這些方程 是很誇張的 原因 你沒有隨數 但當然了 沒有隨數 我們有另一件事 就叫做 逆 運算 或者逆矩 是的 一樣用這個符號 A inverse 你會發覺 我們平時寫A inverse 或者叫做A負一次方 是什麼 1 over A 就是隨數 但是 你Matrix千萬不要寫 1 over A 出來 又是劈死你 一輪子都會強調多10次 Matrix是沒有隨數的 你一旦有個隨和 就出事了 那我們也都 多一句 雖然沒有隨數 但我們都要有個逆運算 如果沒有了逆運算 我們數學 是不圓滿的 你解不了方程 你沒有了逆運算 你任何的equation都解不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 嘗試一下 學Matrix的逆運算 那你說難不難 就不難的 不過 首先 我講一些基本的 terms給你先 那首先呢 第一樣 比較緊要的東西 這一個 這個 反而是整個 是考的 逆舉陣的定義 defination of inverse of matrix 就是如果 什麼叫逆舉陣呢 就是如果 我們有一個 兩個matrix 一有例子 或者我直接說例子 A 1325 B 就是532-1 假設 假設 如果這兩個matrix 乘在一起 等於1001 等於I 的話呢 你會發覺 一件事 如果A乘B 會等於I的話呢 很有趣的 B乘A 都一定等於I 如果你有兩個matrix 這樣乘在I 1001的話呢 我們呢 就可以說 A和B呢 就是inverse of each other 就是 B 當然 叫到A B 叫到Inverse B 就是A的逆舉陣 A 就是B的逆舉陣 反過來都對 當然我們可以 讀符號寫 B等於A inverse 我不會讀符一次方 在matrix B等於A inverse A等於B inverse 人家就這樣說了 有沒有大問題 首先 這個叫做Inverse Matrix 那你發覺呢 跟我們平時 學數學的concept 很類似 例如什麼呢 例如我給你一個號碼 叫做6 6 乘以幾多 等於1 6分1 對吧 那我們都可以這樣叫 6 6和6分1 大家都叫做Inverse 或者當然在數上面 6分1 是6的什麼 有個字 你記得嗎 R字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串錯 Reciprocal 是倒數 我不知道有沒有串錯 我馬上查了它 倒數關係 當兩個東西 乘了等於1的時候 他們兩個 可以互相cancel 倒數關係 在matrix 我們都會有這個concept 兩個成賣等於1 等於i的話 他們兩個就叫做Inverse 就用Reciprocal這個字 OK 有沒有大問題 那當然 沒有大問題 我們繼續說下去了 因為 這個很取緻的 如果一個matrix 有Inverse的存在 我們會用這個字 形容那個matrix 叫做Long Singular 中文譯得很奇怪 叫什麼非奇異方則 是的 Singular譯做奇異 好了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多數會這樣教學生的 知不知什麼叫Single 你們 單身 單身 是的 是的 正常來講 一個matrix 找到Inverse 那算不算一個單身的舉陣呢 就不算 因為找到另一個 大家成罷就要i 那就不算單身的 所以呢 如果一個matrix 找到Inverse 的話呢 我們就叫做Long Singular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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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例子的 下面 真的有些matrix 你奉此找不到Inverse 例如這些 1 2 3 6 你發覺 找來找去 都找不到Inverse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就算你假設 它有 另一半 假設 我當時有一個Inverse 叫做 X11 X12 X21 整天同學問我 為什麼1 1 1 2 2 1 2 2 2 四個都是未知數來的 說真的 免得切 A B C D 那所以 我們在matrix 整天切未知數 會用這個形式切的 X11 代表第一行 第1個Number X12 代表第1行 第2個Number X21 代表第2行 第1個Number 四個都未知數 假設C 真的有Inverse 你幻想它有類伴 接著你發覺 C乘X 就等於E便宜的 但是E便宜的 有沒有機會等於1001呢 你發覺 沒有可能的 你知不知為什麼 你發覺 這個死人Natrix 沒有機會等於1001的 為什麼 用你僅餘的智慧就想到了 很容易想的 很容易想的 你想一下 例如想一下這個Number 如果這個1下面那個 有沒有可能是0 沒有了 所以 你就發覺 好 你剛才幻想出來 被C的E沒有可能出現 即是換句話說 你當C是一個男生 首先他幻想一個女伴 但發覺他幻想出來 沒有可能成真 所以C的男生註定 永遠 彈神 所以C就叫聲叫了 沒有大的問題 當然 當然 最要知道 首先一個很重要的Concept 就是 首先 哪個叫Evers Matrix 另外第二個Concept 就是 有些Matrix 就會落成Singular 即找到其他另一半 有些Matrix 就找不到 永遠主力擔心Singular 這個Concept 你記一記 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大問題 繼續下去 我們繼續有些字眼的 那些Terms呢 你不用硬背的 因為呢 除了Singular之外呢 有時候呢 我們都已經講完了 如果 如果 我們可以這樣講 因為有時候 數學呢 它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例如A inverse Exist 例如A inverse Exist A inverse Exist 例如A inverse Exist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A 就不是Singular 那有時候呢 人家就會說 哦 人家就會寫 A is Invertible 即是 A呢 你常常找到它的 逆舉責任 那有時候 人家用不同的英文 去交代這個Concept 不過 其實大致上 那個Concept 都是想出 有沒有D OK 好了 第二件事 其實 不過下次次次都會提醒你的 這個很重要 不是 為什麼打交叉 很重要 叫你不要寫 不過英國很重要 OK Matrix 暫時 去到今時今日為止 都沒有人知道 除數應該怎麼做 所以 你就不會用除好 再說一次 A負一次方法 我們叫做 A inverse 讀做A inverse OK 就不是除數的意思 好了 第三件事 I inverse 會等於I 這個很簡單 這個我都會說 因為 如果是1001 你發覺 乘回1001 就會等於 1001 I乘I等於I 所以 I很簡單 是自己本身 這個沒有很大的變 甚至乎 這個說多一點 任何Matrix 整個I 都會等於什麼 不是等於I 等於A 是 這個Identity Matrix 你任何Matrix 你自己遲些都可以試一下 任何Matrix 整個I都會等於自己 不過這個不重要 其實 因為這個多數都要自己做 好了 所以我不是這份筆記錄 好 Zero Matrix 因為 這個Iverse 就怎樣都不存在 因為 其實你用數學 Course 你都知道 理論上 Iverse 我一超過0 都不存在 所以 Zero Matrix 理論上 各Iverse 都不存在 但這些很少考 OK 反而 下面這個 你記一記 這個其實 沒什麼特別的 除了 有一件事 比較重要 好 Properties 在你本書 就全部證明了 不過 有些Properties 是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這樣說 都OK 例如 A Inverse 就等於 A Inverse 這個就是 Defination 是不是 就是 六分 一乘一 六分 一乘一 這個可合理 另外 第二 這個可合理 A Inverse Inverse 等於 A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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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先說 Inverse A Inverse 就是 A Inverse 只有一個 你無論 一拖二 一個等 就算了 你笑的 為什麼 在數學來說 很忠誠 一個A 只有一個 一個Inverse 有兩個 這個廢話 OK 好了 第四 這個也很簡單 如果A 詞別 有個Alpha 那就等於 1 over Alpha Alpha 如果有個Number 可以玩Inverse 例如 例如 給個例子 因為Alpha 好像又沒有說 Integer 或者分數 或者點數 隨便 總之 你錄A整個Inverse 就等於 六分一 A的Inverse 有數字 你照樣還數字版本的Inverse 就變回分數 OK 第五點 就很脆子 這個真的是 一本書上會做一次 給大家看 A B的Inverse 可以拆括好的 但是拆括好的時候 連個乘數次序都掉進去 例如A Inverse B Inverse B Inverse A Inverse 這個就整天有同學錯的 所以我打三顆 真正 但是當然 你說 為何他們A B 兩個Magic 乘完之後 玩Inverse 會等於B Inverse A Inverse 連個乘數次序都掉進去 這個有亂猜的 那本書裏面有說的 不過我現在就 skip了這個Proof 好 一會兒可能有時間 去維基百科 給你們看 別人都有證明 第五點 特別奇怪的 就 平時我們學數學 就不會有這樣的Properties 不會同於兩個MATRIX 調轉次序成 當然 你記得 他們調轉了次序成 你不會無端端 打算B Inverse A Inverse 等於A Inverse B Inverse 不一樣 也是乘數MATRIX 不一樣 六和七就無所謂了 一向指數定律都可以回的 什麼 六和七有什麼不同 周圓 六就是玩N次放 七呢 那個T是什麼來的 Transpose 轉置舉震 不一樣的 反轉 即是你說Inverse再反轉 和反轉再Inverse 結論是一樣的 對 有些東西你可以Proof 本書都會給你Proof 不過我就免得Proof 有沒有大問題 其實除了第五點 和我們平時做數有些不一樣之外 其他幾個Properties 和我們平時學數學 沒有分別的 所以你又不需要選背 你記得我學N2 不是叫你背Properties 你要學是怎樣解題 OK 好了 所以你看到 立即做一條題目 先走一走一走 別人給你霸分你 新鮮滾熱 2018年的題目 DSE 2018年的題目 別人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 這些題目就是這樣 你預計了一定有一些Matrix 就是整堆未知數 那這個就真的給ABC給你了 那別人就說 現在我有兩個Matrix 我M一個X 而他們的關係 又是這一個了 兩個交換雙成 結果是一樣的 那這些Matrix 我再一次 有很多古靈精怪科目 不過就 別人不需要你背 別人需要你自己玩出來 好了 什麼叫玩出來 那就試一試 就是A part 別人叫你Express B & C in terms of A 那你都不用想那麼多了 因為你拿著MX等於XM 那真的要自己試一下 算一次MX等於什麼 那又是了 Matrix乘數而已 這個應該不難的 不過最重要就是 做得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錯 因為今年你們有些CNC 連做E都計錯了 A part都錯 就不用自己玩下去了 OK 好了 那你發覺MXX等於什麼呢 那 那 慢慢成 7A加3B 接著就 42A加3C 接著就應該 5B-A 或者寫負A加5B 都可以 最後就應該是負6A加5C 那我無法選擇 任由它先 放在它 好了 好了 X乘M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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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一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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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3B會等於A 很合理 當然有四個關係 7A加3B等於A 4A加3C等於33A 負A加5B等於7B加5C 和負6A加5C等於3B加5C 有四組關係 但當然你不用四組做完 你做一兩組就OK了 做到別人要的就OK了 當然簡單一點做一點來玩 最簡單的當然是7A加3B等於A 跟著Express B和C 即是B做主項 當然了 3B等於負6A 其實我想跳這個步驟就算了 B等於負2A 完啦 那你說難不難 Aim to Socrate的Level 基本課式 你懂得乘數就難到你了 當然很多未知數可能會嚇一嚇你 但我講過了 你不要欺負 理論上就懂得做的 另外不要看這個關係有錯 應該提議一組 另外 應該42A 加3C等於33A 同一道理 C做主角要 這些主項變滿 你應該不會做錯吧 減數千萬不要減錯 再一次連Part A也做錯 沒有問題 好 所以B等於負2A C等於負3A 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Part A 很容易 好了 Part B 所以要證明 X這個MATRIX 是浪性 叫做MATRIX 這個就 有點難度 少少 怎樣證明 X是有它的Partner存在呢 X不是非其意 X不是單身 X有Inverse 但是你看完條題目 X有Inverse 我不知道 為什麼要說少少 為什麼要說少少 找個Partner出來 就知道 當然你說 怎樣找個Partner出來呢 首先 你A part 算完結果有什麼用呢 其實 哎呀 那濕數下去有沒有用呢 試試有沒有 試有沒有壞 是不是 試 試 你算完個B 算完個C 試試 當然 有同我就說 濕數都找不到 我們要試一試 好了 Part B 再一次 試一下X有什麼動作 濕數下去 甚至 X是什麼呢 X是 A A 跟著6A 跟著就是 負2A 跟著就是 負3A 當然A可以抽出來 那當然 最大問題 你抽完出來之後 都都 都都 難搞 怎麼知道 他有沒有Partner AI 不知道多少 是不是 AI 先抽出來 但是你不知道 A多 甚至乎 一直 負2 負3 都不知道 Partner存不存在 那怎麼辦呢 當然 那年有些同學就想 究竟 Partner會不會就是 A A X的Partner 即是X的A 會不會就是 A活著數呢 我們又試一試 M乘X 有多少呢 你剛才有結論 這個又試一試 你說 我7A加3B 現在我知道B是負2A 那這個就是A 是不是 M乘X 你看看 XA減6A 是的 A 42A減9A 42A減9A 33A 你下面都做了33A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又又又又又不行 負11A 負11A 然後 負多少A 15減6 負21A 你會發現 都不是I M乘X 都不是I M 是它的Partner 就不是 對了 首先 暫時我停一停 我們一起做 我們首先做一些 比較原始的方法 假設我們 什麼都 不知道 八指一張 我們就 這樣 Leg X 另一個Magrix 作一個未知數 叫A 等於AX OK 等於I 我們這樣Leg 就 幻想一下 X是有Partner 究竟 那Partner 存在呢 A也是 應該有四個Number 那你怎樣設這四個未知數呢 ABCD 不要說被人用了 作四個未知數 你發覺 你不想什麼X11 X12 X21 X21 X22 這麼黑人真的話 你還沒有作 作什麼未知數 要是W XYZ 要是EFGH 要是EFGH 對吧 你可以這樣作的 總之作四個未知數 你不知道 這個EVERSE是什麼 那你沒有理由 再以待會 那你弄四個Number 給他看 但是四個都不知道 那就是四個未知數 好了 好了 來了 我們嘗試XA 我們嘗試玩一次 反正沒有整個蛋子給各位玩 好了 X乘A 會等於什麼呢 A 接著就 1 6 負2 負3 接著就 EFGH 好了 看看找不找到EVERSE存在 好了 當然就等於A 你會發現很多未知數 你怎樣計下去 那我先說過 你不要歉 先寫了再說 F加6H 你發覺是 真的四個未知數 真的怎樣也計不到 理論上 你不要抱著這樣的心態 M2多一句 多未知數 就慣了 慣了 我還要計錯數 OK 那這個MATRIX 還要乘A進去 有沒有機會等於1001 我都不知道 AX 好了 就等於什麼呢 AX 就等於 死了 A是 EFGH 還要乘A A可以抽出來放在前面 接著是1 6負2負3 好 E E-2F 接著是6E-3F 接著是6E-3F 接著是G-2H 接著是G-2H 還有最後的就是6G-3H 好 我再說一次 假設 假設EPEG會等於1001 你有沒有機會 你有沒有機會 把EFGH出來 四個未知數 有沒有機會同時間 和我找齊了四個未知數呢 不是啊 五個未知數 五個未知數 三十歲 是啊 五個未知數 包括A 又是一個停 一、兩分鐘 聽完和我一刻 學到那五個未知數 是多少 那其實也都 也都給少少指引給各位 你說就這樣想 沒有方向的話 就一定死定的 你留意一下 那些零 留意一下那些零 我會給你們一些啟示 不過我當這是IQ題 你還要想一下那些零 好了 剛才也停了一會 跟著經過一連串的 叫Wild guessing 我們叫 亂撞 當然撞到 有些根據的 跟著當然你說 我平時做數 怎樣寫步驟 那你都 你都嘗試過 紅色那些東西 其實不用寫出來的 因為我們是亂撞的 你只可以說一句 on solving 又是出E招 on solving E比F比G比H 的比例 就等於E 這塊比例 OK 首先寫比例 跟著你就知道 我欠比例 跟著呢 最後 跟著就 OK 所以你就可以告訴人 A 圓某某僅 A 就是等於 負3 K 你多作未知數 負6 K 或者你甚至負 我不作過未知數 我不會做K出來 我就寫負3 3-6-2-1又行不行呢 我發覺成員之後好像在欠9倍 所以前面有個 number 應該是幾多 九份一 九份一 不是九份一 應該是九份 九份什麼呢 是九份 還要有個 A 你要約這個 A 那你發覺A應該是這個 X的inverse 就應該是這個 1 over 9A 然後負3負6-2-1 那你就發覺 終於找到X的inverse 因為首先我們如果真的負3負6-2-1 你發覺那顆粒大了九倍 所以前面一定有九份一在 因為我們要一人人一 但你不要忘記 你左右我們有個 A 在我們剛才沒有理過去 要約這個 A 走 我們就把那個 A 給他探 那所以這個 Matrix A 就是為什麼 X的inverse OK 那 所以你可以這樣寫 所以X inverse 就等於這個 Matrix A 等於計出來 所以就 你可以告訴別人 X is not singular 真正marking 不是這樣計法 不過 我只可以說一句 如果你沒有其他方法計的話 就一定要這樣 創那一個圖 這樣是很辛苦的 剛才有跟我 是這麼提我 是這麼提我 A 不可以等於0 我沒有寫到 不是打漏的 但是A當然不可以 人家賣 如果A是0的話 你整個Matrix 好 有沒有大問題 以後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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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最大問題就是第三點 如果 C part 我找個X inverse 我找個X inverse 都這麼難的 找X transpose inverse 不會更加難 不會的 X transpose C part X transpose X transpose 再inverse 會等於什麼 大學先生小姐 X inverse 的transpose 而X inverse 我們找了沒有 找了 幾經辛苦 在Part B找了 就是 1 over 9A -3 -6 21 這個Matrix 的transpose 哎呀 漏了 好了 1 over 9A 玩transpose 怎麼玩法 定頭是怎樣 就是 1 over 9A 都不用玩 transpose 就是不動constant的 1 over 9A 是個號碼 為什麼要做轉字 你要轉字是哪一個 後面的四個號碼 但是記不記得 你為什麼要做轉字 我怕你不記得 怎麼發一發就死了 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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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寫答案 你自己寫答案 慢慢說 忘記了 忘記了 我就說 什麼 有什麼問題要發出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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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哪条对角线反 弄清楚 是不是拿着这条对角线反 不是 相反 对角线这条 拿着这条对角线反 所以 对角线码动不动 不用 能否带我两个多 floating 用 完了 再接一次再ź興 суления 好了 接着我们说今天de every 最后任务 教三四页筆记 便完肩了 因为现在已到了12.3 我们 54 要学习如何用二乘二 Mascience 三乘三 留在下個星期再說 二乘二和三乘三 都差十萬九千七百億 好 首先你想找一個研究的話 首先要做些甚麼呢? 你想找一個研究的研究 首先 首先知道要做些甚麼嗎? 首先要確保 研究是出現的 這個不同的 即是 平時我問一個男生 你怎樣找你的女朋友? 假設你沒有女朋友的話 阿里哥哥 阿里哥成哥哥 你怎樣找你的女朋友呢? 假設你沒有存在? 不想 輸了 那首先 阿蘇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找你另一半的話 首先你想想你另一半是否存在 原來根本都不存在 那你可以喊一口氣不暈 那當然你說 那我怎知道另一半是否存在 在人生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你另一半是否存在 但在數學上 另一半是否存在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找到一個叫做行列式 這個行列式呢 很隨致的 有幾個不同的寫法 Determinant這個字呢 其實很多同學會同一個字混亂的 如果你們叫做行列式呢 遲些都會學到這件事 一個叫Discriminate的東西 用來查一下一條二次方程究竟有沒有答案 那呢 Determinant呢 就跟我們做Discriminate一樣的 即是我們想知道 一個matrix究竟有沒有Inverse呢 我們都是會找一些東西 去試一試它先的 甚至乎下一份筆記 Determinant呢 我們都會用Delta去代表它的 但是這一課就廢話了 因為廢話了 因為廢話了 簡寫 所以Determinant的簡寫呢 有兩個寫法 一是就這個 Determinant 多數我們會用這個 紅色這個 這個反而比較少用 A也要動兩個閘 因為這個很容易同一個 一個符號 撈亂的 因為我們數學上面 還有一個符號 叫做 absolute sign 你沒見過了 這個提到很容易 好 是很容易跟這個follower 但不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就比較少用的 那樣動一個闘 但始終有一些書 會無緣無故這樣動一個閘 就說給它一個Determinant 所以你會看 但是這個follower比較少用 OK 我多數就寫DET DET算好了 那大問題 閉時跟數學另一個follower 好 Determinant怎樣define呢 那就是非常簡單的 一個matrix的determinant Lux也有講的example 一個matrix的determinant 尤其是2乘2 就是這樣做法 你有形角白可以跟我游一游 它首先牽涉就是A11A1 A11A22對角線 你見不見嗎 它將對角線號碼相成 它將對角線號碼相成 那當然了 另一條對角線都有份成 另一條對角線都有份成 而成完之後 中間那個是甚麼符號呢 就小心點 中間那個是 減號 中間那個是減號 好 正常的對角線 首先我們綠色就是 我們平時玩開的diagonal 是不是 我們平時玩開 矩陣的 或是叫方陣 square matrix的diagonal 我們平時是這樣 由左上到右下角斜下去 我們寫這個先 A11A22 接著又反過來 這個A21A12 這條對角線都照成 兩個數目照成 但是 前面那隻符號碼 就是 為什麼這樣 這個determinant 有原因呢 等一下會說 不過 首先 如果假設例子 A是一個 matrix 3-1-2的話 計算這個determinant的話 就應該這樣計算 3乘2-5乘1 答案就是11 那計算這個數目出來 有甚麼用呢 就好像我們core 學b²-4ac 這個number當然有意義 不是你們不會計算出來 那這個number有甚麼意義呢 就 好了 因為講完這一頁 然後我停一停 剛才你們還記得 那些 matrix 它的另一半是存在的 就是inverse does not exist 那些數學家呢 那些數學家呢 那些數學家 那當然就 就做了一件事 就計一下 這些matric的determinant 就是計完所有singular matrix的determinant 發覺所有singular matrix的determinant 如果一個matric 假設它是singular的話呢 它的determinant一定是量 那這個結果呢 就應該就是整份 屁股裡面最重要的結果了 究竟一個matric的everse存在呢 你首先呢 你不用去做四個未知數 慢慢驗的 你首先可以驗一驗它 你究竟那個everse存不存在 那你就捉它的determinant來計 如果是零的話 你就不用再找它的everse了 因為那everse不存在 OK 那就給你一些例子 好像剛才的例子那樣 OK 例如1325 你計它的determinant 就是1乘2-2乘3 等於-1 -1 -1不是零 所以原來它的everse是存在的 當然那everse怎麼找 下一份 下一頁有說的 好了 B又好像這個matric 負3-2-1 你計一計的determinant 這個determinant 不是等於零 所以你發覺 那everse是存在的 好了最後 1236這個determinant 你計完是零的 那這個matric C的matric 那個everse就不存在了 好了 首先有一個大問題 沒有 我就最後了 存在 那我都要想一下 怎樣找 即是多個句 你知道你的另一半 在地球另一個角落存在 那你怎麼辦 你都要找的 你等他過來找你 不會的 你會看無線的那些 教導者世界邊段 別的女生 香港女生 找她的老公 找到地球另一半 就是以色彌的 我忘了做 那你都要找的 但是我當然可以 那數學找 那everse matrix 就不需要走那麼遠 好了 最後 沒有問題 最後 農屎打漏了一件事 自己加上 這件事 我強烈建議各位同學背了它 尤其是你即場 無法找到 那everse的話 如果 如果2乘2 matrix A inverse 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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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一個matrix 是A B C D 這樣 2乘2的square matrix A inverse 怎麼計 呢 就等於首先 1 over Determinant of A OK 跟著 A B C D 怎樣擺位 首先 D和A D和A 對角線 這兩個號碼 首先要 調轉 是的 變成D和A D和A OK 對角線 那兩個號碼 調轉 跟著 另外那兩個號碼 不是不做事的 另外那兩個號碼 那兩個號碼 是-B 和-C 要寫一個負號碼 跟著我們驗一驗 調適 對的 我們今天就完蛋了 OK 那我見你背了 因為你如果不想即場 錯過 Inverse Space 出來的話呢 你不背了 你就出事了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拿回 這個例子 就是 這一驗A matrixA的例子 來了 A現在是 1 3 2 5 的話 A inverse 怎麼算呢 Ainverse 就是等於 1 over 負1 你的Determinant 剛剛計完 負1 好 當然了 你說了 這麼儀器 就找到 就是這麼儀器 當然了 你不相信 扯的話 試試把A乘到Ain的數 看看i 什麼呀 我寫錯了什麼 我寫錯了 有什麼 我寫錯了 我寫錯了什麼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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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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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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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i 1 3 2 5 -5 3 2 -1 一連串的心算就知道 -5加6就是1 剛剛我這個是0 這個是0 2乘3 6 6-5就是1 真的i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肯背 就是這麼簡單 再說一次 你要背的話 就拜託真是記住 公開考試 容不容 他各位背 這條式是容許的 OK 但是 最大問題就是這條式 只不過是適合 2乘2的matrix用的 3乘3 就成招了 3乘3就真是 要學練計 而下一課 我們當然要學3乘3 練計 要創出來 有時間去創 3乘3 3乘3的方法 用2乘2乘2乘2 就行 就是你學了3乘3的 inverse matrix 怎麼計的話呢 它的方法都適用於2乘2的 所以我屁股 沒有打這條式 希望不想在這裏背 但我發覺我錯了 你們都是背一下東西 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就完一完 不過有兩個要講 那我先停一停 先停一停 先停一停